大家好,我现在南冲北站,正打算坐火车前往重庆市 这是北站的战前广场 高楼大厦正在建设当中 这儿还有一座桥,中间就是进站口 票我已经买好了,直达重庆 进来了,这就是南冲北站的后车大厅 一共是两层的 两边都有南冲的特色美食 比如说浪中的张飞牛肉 中间是检票口 两边是座椅 看一下我的车次啊 是动车1978 南冲北到重庆北 四点发车呢 这是从西安北开过来的列车 在座位上休息了半个小时 开始检票了 刷正通过,我现在进站了 这就是乘坐的动车1978自立车 西安北发往稠庆的 找一下我的车厢,一共是16节 我是第15车厢 这边是1到8车厢 我是9到16,往这个方向 各位女客请注意 请在黄色安全圈内请早 按订阅黄色列标台队 谢谢您的配合 注意脚下安全 列车朋友请注意 列车正在进站 请站在黄色阳道境内 不要随车奔跑 待列车停稳后 列车进站了 这就是我乘坐的 和谐号列车 最前面是第16车厢 15车厢 从这边进站 先下后上 我从车头这边上车了 正好是第15车厢 找一下我的座位 列车全坐满了 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票 现在即将发车了 发车了 我乘坐的 和谐号列车 缓缓地离开了 南冲北站 这班列车是从 西安发过来的 途经了四川的广源 终点站是重庆北 这点路隧道比较多 现在列车到达了 武圣寨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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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圣寨 武圣就在重庆的边上 即将到重庆了 发车了 下一站就到河川了 这就是河川市 福江与嘉令江交会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到站了 这就是河川火车站 河川市 河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交通收纽站 河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交通收纽站 看一下时间 十六点五十九坐了一个小时的高铁了 已经到达河川站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发车了 我买车缓缓缓缓缓缓的离开了河川火车站 下一站就重庆了 下一站就重庆北了 坐好下车准备 即将到达重庆北站 现在看到重庆市了 特别的兴奋 刚才经过了北贝区 下面是嘉陵江 重庆市 山水相依 绿花绿也比较高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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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北站 到站了 重庆北站 可是重庆非常大的交通收纽 目测一下 看到了20多个站台 咱们看 好 有点 感谢 咱们看 正好这班列车停在了第七站台上 现在列车停稳了 准备开门下车 开门了 我是第一个下车 看一下这边是车头 是在这个方向下车的 这就是重庆北站的高铁出发站 现在时间正好是下午的五点半来 我乘坐的1978次列车 直达重庆 和谐号 这是重连行的连接处 前面是便捷换乘 走返了 现在往回走 这拍成照 出站口是往东 正在出站 这是分南广场和北广场 我就从南广场出站吧 即将出站 这次我要重新注册新马了 还好刚才在走路的过程中 我已经注册好了 从外来通道走了 从南口出站 很方便啊 这旁边就是重庆地铁 售票处 买票特别方便 我准备先到广场上 附近搜一搜住的地方 站口出来了 坐了整整一个半小时的高铁 终于到达了重庆北站 这是南广场 站在广场中心啊 给大家环视一招 看周围 高楼大厦环报 时钟显示时间 已经接近下午的六点了 这边的酒店呈圆形 当然在火车站周围住宿啊 价格都比较高 对面就是昆仑大道 我打算在北站乘坐地铁 到观音桥 花卉园一带 去找吃饭住宿的地方 那么这个视频 就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